哈嘍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是10月10号啊 是中华民国112年的国庆 当然啊,我是个台派 这个是我身为原住民的核心价值 在中共倒台之前啊 我会跟中华民国站在一起的 我们共同的大方向目标是 民主自由,保卫自己现在的土地的价值对吧 只是小方向的分支不同啊 所以华独台独 在中共倒台之前千万不要纠结 目前的名字叫什么而吵架 吵到不保家卫国了 我们目前最大的危害是中共啊 无论保持现状或是从中华民国独立的台独 只要中共做好准备 或者是它内部压力过大到威胁到胜上的政权 它就是会打台湾 当然啊,此时此刻宣布台独肯定是会让战争提前 那客观事实上 我们的国军国防系统也没有完全提升到位 比如说2001年开始 国民党挡了60几次的军购案 没有挡的话 我们2019年早就有更像样的潜艇部队了 很多这个军武跟改革都是明年才来到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先前在10月1号祝福中共国国庆的30多位台湾艺人 什么林志玲啊 王兴林啊 汪东城啊 蓝正龙啊 吴奇龙啊 这些等等等等啊 黄安 刘乐妍那些我们就不用说了 今天又没有让大家失望了 一个都没站出来讲话 那第一个率先发文祝贺国庆的台湾艺人 是以前演新兵日记的班长赵俊雅 还有吴凤啊 郭玉琴万老师 这些人 所以我想提醒一下我们既台派不要过于激进 一定要现在所谓的独立建国 现在不是时候 然后我们要继续的科普跟普及 我们做好万全的准备之后再做 那华派也不要因为我们未来想要改名 而舔共所谓的不为台独而战 你不是为了台独而战 你是为了这片土地不让中共统治而战 那为什么一定得台独 因为我们不想再跟所谓的中国三千年也好 五千年也好的那种大一统混在一起 你混在里面 你从看一下中国历史 哪一个国家 或是哪一个想要独立出去的 或是哪一个想要自主建国的 是有好下场 没有 所以大家才会看到一个状况 中共十一国庆的时候 以前啊 六国子民跑去崇拜秦始皇 这他们祖先看到会吐血 很多人搞不清楚 我们台湾现在是主权独立了 为什么要再独立一次 OK这个立场是对于中共来说 但对于我们自己台湾内部来说 我们依旧是大中华 宪法与大中国框架 没有错吧 你去看我们宪法上面说 台澎金马前 现在适用的法律跟宪法 是因应统一前之需要 所以为什么中华民国 在很多国际场合上没有地位 你跟14亿人去争 中国的名词 但是台湾人用了呼召 却可以出国 国际上又不承认中华民国 但他们不否认台湾不属于 中共国的领土 看不明白吗 今天还有一个暖心的事情是什么 旧金山的中国领事馆 被一名14亚裔的男子 开车冲撞进去 并且大喊 中共在哪 出来面对 我看了非常有即视感 为什么 因为我跟明先生 还有强国反贼 去过这 我们还在外面的街上 拍了一个小短片 OK话说回来 这名男子在大喊 中共出来面对的时候 结果出来的是谁 你们知道吗 是美国警察 虽然这名男子 没有造成任何的平民伤亡 随后也被警察给 砍 那领事馆内属于中共国领土 结果美国这个境外势力 踏进去救援中国 要不要谴责一下 怎么插手他国事务呢 你们不是最爱讲了吗 你们美国警察应该 带在我们领事馆外面了 我们 没有向你要求援了 你怎么介入我国内政 没有讲这句话 那这个消息 瞬间冲上了国际新闻 以及微博热搜 但中共新闻始终不敢说 他冲撞领事馆的原因 为何 是不是中国国籍的人 还是规划成美国国籍的中国人 是不是以前在中国被迫害 还是说他的家人目前被迫害 不知道 没有讲 不敢讲 微博下面很多粉红开始呛 那是美国搞的 美国付他钱的 美国付他钱的 美国警察还进去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在美国有中国人敢劫持 胜上出访美国的车队 真的啊 去抗议中共 在中国呢 你们敢抗议自家政府吗 像美国人 像英国人 像台湾人这样 你们没有这个权利 当你们烂尾楼 被欠薪 被强拆 或是这个法律 你们觉得需要修改的时候 你们没有资格与权利 因为你们只会被毒打一顿 然后啥都没有 在农业上被强占 有农馆会打你啊 在城市 城管看上你的东西 可以随意拿取 在国企被欠薪 会有刚成立的人民武装部 那些人出来打你 真的是非常可笑 对不对 所以我话说回来 以色列的问题 很多粉红就在洗地说 以色列侵略他们 自古以来的领土 所以反抗很正常 我觉得你们先去谴责一下 这个海森威啊 俄罗斯啊 那我想说啊 两方一开始 就是有联合国划分领土 对吧 联合国 说的 你们中国又说 要尊重联合国的意见 结果当初谈好了 是伊斯兰联盟的那些国家 什么埃及啊 约旦啊 什么大阿拉伯国家那些 不承认 不想承认以色列 想用武力去并吞掉它 结果节节败退 约旦 埃及 叙利亚等国家 主动出兵去打以色列 结果被反打 你被反打 你当然土地被抢是很正常的 你只要不打人家 你土地也不会被抢 你去主动侵略别人 被反打你东西被抢 是你活该 这是你的赔偿 所以我想说 以色列如果这么坏的话 为什么要帮忙建设加沙地区 还供水供电供物资 确实就是它供的 而且我们可以知道 在以色列统治的这个环境之下 它是允许自己的境内 有各个宗教民主的 但我们想想 今天由哈马斯来统治这个地方 它允许什么基督教 天主教 佛教 道教 它允许这些在里面吗 你能想象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那现在你被断水断电也是刚好 这些人民都是支持哈马斯的 也不看你们在袭击以色列的时候 那副高兴的嘴脸 而在旧约圣经的一些什么 出埃及记那些篇章里面 都有写过 认同以眼抱眼 以战至战的方式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为什么这次没有像以前 那么大规模的伊斯兰各国 联合起来打以色列 因为他们在三四十年前 都被打怕了 讲到这里 你们不要再跟我讲回更以前 什么一千年两千年三千年四千年五千年 不用跟我讲到这些 我就问旧约圣经跟耶和华 在这块土地上 是不是以色列拥有的历史最久 如果是的话那就是啦 你有什么好奔波的 我们从刚刚以上的事件 可以发现 台湾人好像不太重视 本国的价值 或者是文化融合对吧 虽然大家一直在强调 台湾是一个多元包容文化并列的国家 但真的要体现本土价值 或者是文化融合的时候 大家就会觉得 外国的月亮比较远 尤其是中国的啊 对吧 所以这次我们要介绍这款 台湾人的招财猫 说到招财猫 大家觉得 这是日本的文化对吧 但台湾为什么不能有呢 所以缘起物结合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 以及台湾师傅的工艺 制作出属于台湾的招财猫 像我桌上这只招财猫 是具有30多年经验以上的台湾资深师傅 手工绘制 因为多道绘制的工法 平均一天最多只能出产9到12只 透过老师傅的雕刻经验 徒手临摹招财猫 刀都代表着台湾传统工艺精神 像这样的全手工打造的招财猫已经非常少见了 我们想让大家知道自己生产的这面土地上 还有一群坚持传统工艺 以及文化融合的手工艺 而每只猫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殊编号 像我这只就是1107也就是我的生日 不过这款招财猫是不能自由选号的 是厂商随机出货 但是都是与你最有缘分的那只 今天我们也帮大家争取福利的输入KIT89 即可享有优惠券100元开放200组 用完就没有了 另外这只招财猫全台仅限3000只 现在就赶快买起来送给重要的人 或是代表自己的价值吧 那这次更讽刺的是什么呢 就是被大规模A4的人群 都是参加所谓的和平音乐会的反战人士喔 反战的喔 而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觉得 是以色列不好的人喔 什么意思呢 换做在台湾的话就是 这些人喔他是反对台湾所谓的主动挑衅的喔 结果这些人啊被自己支持的那一方铁拳 好样的 简供台湾人看清楚 看好 没有委屈的和平 没有武力的保障和平都是假的啦 这些要和平反战的人 确实在这场和平音乐会上 得到了永远的和平 我包准你此生再也看不到战争了 我就问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哪边旅游的人潮比较多 你希望哪边当家做主 对国际社会比较好 这问题不就跟塔利班阿富汗一样嘛 需要问嘛 在我看来 所谓对以色列的温和派或是基金派的组织啊 基本上都是一样坏的 要知道现在对以色列的温和派啊 以前他是超级基金派啊 发动战争的基金派啊 他是被打到没有实力没有兵了 才变成外交温和派 他是这样的一个脉络喔 但他还是希望有经济派可以合作对不对 毕竟你要跟人家谈判 你要取得实质的成果 你必须得靠武力 这是不真的事实啊 上谈判桌是要靠武力的啊 而对于外界的人士来说 这时候民主国家的人民就会思考 因为他们有选票嘛 他们说 温和派跟基金派 他们都提出一些方案 这样看起来我跟温和派谈好了 可以避免得要牺牲 那这就是在最烂跟烂之间去做选择 所以都是一样啦 他们不是主动放弃 我不要杀戮 我不要战争 所以我主动变成温和派 不是他们是因为被打怕了 没兵了变成温和派 所以台湾人看清楚了没 我们现在有 你还要主动变这个 跟中国的温和派 而且你要再搞清楚一个前提哦 我们今天不是主动去打中国的 我们是被动防守的 知道吗 哈马斯是一个组织啊 不是国家军队 虽然他有大量的军武跟火箭弹 但规模跟补给完全是输以色列嘛 以色列F-1635疯狂轰炸 哈马斯没有嘛 那现在哈马斯他就犯话说 我不排除坐下来好好跟你谈 好那问题就来了 哈马斯背后的金主是谁 是伊朗 两方之一都承认了 那伊朗的军火哪里来 答案中俄 大家有没有发现 去年俄乌战争是 北京冬奥结束之后 立刻发动 那这次也是在杭州亚运会结束 后马上发动 明显中国政府是知道的 但是中国政府为了不打草精神 不撤离当地所有的中国人 前几天啊 有人在这个四川看到吴金 他就回头对他说了 虽远必出 结果吴金转头撤他 吴金快去救人啊 当然有人说 这场金主后面的金主啊 是中俄操作 为了减缓美军对中俄的压力 但我觉得出发点并不是这样 是刚好哈马斯他想这么做 而伊朗支持他 中俄看到机会 并且私下援助或是看戏 反正打输打赢 对我来说根本就没有差嘛 反正你只要打了时间久了 确实会分散掉一些 美国对中俄的压力 那这就是命运的绿点 刚好给了中俄并不是中国 或是俄去策划这场中东的战事 但美国也知道 中俄会利用这个机会 为自己减缓一些压力 所以美国才跟以色列说 你不要扩大战事 你不要去打伊朗 那这样你打伊朗 就会变成国与国之间的战争 就会拖更久 而且你还要横跨三个国家 伊拉克 叙利亚跟约旦 因为以色列不跟伊朗相连 所以这个战打消息 确实会给中俄传息的机会 今天的影片到这就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我不想记得 一定要把我订阅我的朋友 我是Buddy 下次见啦 拜!